奧昊說 郭台銘可能不會出來了耶 就是他沒有什麼意願啊 所以就是這樣了 他對政治很冷淡啊 就是他現在搞的事情是 他都搞什麼什麼什麼 台大Ie啊 什麼BNT癌症疫苗 他做生意嘛 然後做那個 做什麼慈善嘛 我覺得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我覺得站在民進黨角度 朱立倫跟侯倪都算是好的人選 好的對手 因為兩個都有致命的死穴嘛 第一個朱立倫知名死穴就是泰洛 他的知名死穴就泰洛 泰洛是任何一個政治人物的死穴 這應該是沒救了 泰洛是任何一個人類的死穴 不是你洛里巴說什麼 就是你就是泰洛嘛 我們現在做明天 任何生物泰洛都會被害 不會啊 烏龜可以哦 烏龜很硬啊 烏龜很硬啊 你弱 你的卵主之弱太多 那只要有龜殼 你就龜一點 你就龜一點 不要想往前衝 就龜一點 就龜兵兔子了 你想怎樣 朱立倫現在就全身都軟組織嘛 可是他往前衝都很慘 那侯友宜有什麼問題呢 我覺得落跑當然是問題 他不要覺得說王侯會落跑不是問題 侯友宜落跑就不是問題 因為侯友宜落跑是因為他拿太多太多票了 他拿110萬票 其實110萬票就是他的負擔 也是他的資產 這是一體兩面的 這是一件事 好那除了這個落跑是他的問題之外 我真的不覺得侯友宜有能力搞定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我不認為他有能力 而且他也沒有意識到 那如果國民黨中央幫他呢 國民黨中央誰幫他 一個很弱的朱立援幫他嗎 國民黨中央不要殺他就偷笑 國民黨中央還幫他 你懂什麼 對於國民黨或民進黨的候選人來說 我覺得我最現實的 侯友宜要不要去訪美 侯友宜在這次選戰就算被國民黨提名 他要不要去美國 我不要講面試 要不要當面跟美國國務院溝通 未來如果他當選總統 台灣的兩岸外交國防的政策是什麼 他可以拒絕 上一個有勇敢拒絕的叫做韓國瑜 然後拒絕 不對 上兩個一個是韓國瑜一個是豬豬姐 一個被拔掉 另外一個美國搞韓國瑜 搞到叫澳洲總理Morrison出來搞韓國瑜是共諜 你懂為什麼 就是老美在台灣是有牙齒的嘛 他是會戒旋的嘛 所以侯友宜一定要去美國嘛 而且平心而論 侯友宜也不希望走韓國瑜的極端 翻輕鬆路線嘛 所以侯友宜一定要去美國 讓他去美國 他能夠做出什麼樣 讓美國人可以接受的話 所以等於是你在內政上 你有落跑的可能 你在外交上 你老美不見得接受你嘛對不對 這是侯友宜的困境嘛 所以我覺得整場選戰中 對於民進黨來說 2022年算輸 而且大輸 可是未必是壞事 因為定於一尊嘛 因為民進黨的失敗 所以讓各派系很快收容在 賴清德旁邊 讓民進黨的可能的戰鬥隊形 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會成形 可是國民黨反而因為大贏 然後導致說大家就變成是說 一盤散沙 所以這些事情我覺得未必 未必對民進黨是不好啦 那回過頭來講 我談郭台銘這件事情 我覺得郭台銘這件事情就說 他是兩個中間就是 既沒有落跑的問題 也沒有太弱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朱立倫跟惠惠惠 兩個人問題的人 可是他有各類意願的問題 他需要考慮是各類意願 你要想想看 他2022年即便跟高華人這樣 他都是讓高華人用合成的嘛 也沒有出來嘛 所以顯然他希望某種程度 跟政治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嘛 所以他個人看不到他 想往政治的靠近的時候 這也是他目前最大的問題嘛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現在看起來 或是整個藍營 不要講國民黨 藍營看不到一個有比較合理的選項 來去處理這些事情的人 但是這個年頭 剛剛余教軍講的 如果兩邊都不碰 到底有沒有可能出來選總統 我個人是覺得不可能好嗎